黄金丹荣,它是几代麻坡人的日常休闲好去处 事实上呢,麻河的优势它不限于此 我们可以在麻河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 我还记得我中学时期就常常在麻坡桥下滑皮艇 那这些优势呢,都能够让麻坡成为一个 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知名的小镇 曾经我们在麻河上举办过国际龙舟赛 那我将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推动重新复办国际龙舟赛 以便让它成为一个定期的国际项目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有机会来到麻坡看一看 发掘麻坡的美 那麻坡的老城区拥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有许许多多的战前建筑物 只可惜,随着城市化的步伐 麻坡的老城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活力 麻坡老城区在晚上不应该成为师辰 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举办更多的活动 以便让老城区注入新的活力 比如说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人在老城区内举办角色扮演 Cosplay或者举办坐游比赛 再不然也可以尝试举办山篮球赛 或者是电动玩具车比赛 我相信我所提出的这些只是一些小小的建议 我们的年轻朋友可能有更多更有创意的方法 来让老街重新注入新的生命力 而这些呢,地方政府应该给予鼓励 大开方便之门 而不应该采取封闭的态度 去阻止或者是去刁难这些年轻人 加入或者一起来为老街、为老城区注入新的生命力 我相信通过多管旗下的方法 我们能够一起活化麻婆的老城区 但相对于我们要留下麻婆的青年才俊 一起发展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以上的种种呢,可能还远远的不够 那我将和青年与体育部配合 推出启动资金计划 让年轻的麻婆朋友能够在麻婆 如果他有自己特别有创意的点 尤其是生意点资 能够得到政府所提供的一笔启动资金 让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麻婆 这个漂亮的有潜能的小城市 发展自己的梦想